奈能推出首款车规级芯片KL530 基于Vistui指令级 每瓦算力提升两倍 新东西11月4日报道 今日 AI芯片创起奈能在全球顶尖科技峰会外普三马城 推出其新一代芯片KL530 记系KL530是奈能首款 基于开源Vistui指令级的芯片 也是其迄今最节能的处理器 相比KL520、KL530的每瓦算力提升两倍 此外 KL530的一个版本将支持L1、L2级自动驾驶 另一个版本则通过车规级认证 既可直接内置于车辆中 也可应用于后装市场的解决方案 KL530是市场上第一款 支持Vistui认车览Sovo AI模型的AI芯片 它有别于传统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KL530芯片可应用于物联网 通过于耐能具备安全和隐私的边缘 AI网络平台KNEO协同 从KNEO应用去商店 下载新AI用程序 从而降低AI应用部署文砍 并可进一步增强各种终端设备的AI功能 耐能创始人兼CEO刘俊成博士说 凭借KL520和KL720 耐能AI芯片在能效和性能方面 已达到市场领先地位 而KL530的功耗比 将会进一步拉开与同航的距离 同时KL530也将在L1、L2级自动驾驶相关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 该ISP支持高达1080P的高动态范围 苦相处理 通过AI调整优化用于机器学习应用 3D识别检测到的盲点、物体、危险、分类以及距离测量等捕捉到的画面